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n 乘以 z-a 括号的 n 次方 n 从 0 取到正目穷 也就是 a0 加上 a1 倍的 z-a 加上 a2 倍的 z-a 括号的 2 次方 加下去这个极数为密极数 这个密极数我们计为 1 型密极数 这里 an a 均为辅长数 特别的 当 a 等于 0 时 密极数变成 sigma a n z 的 n 次方 n 从 0 取到正目穷 这个密极数我们称为 2 型密极数 下面我们主要对 2 型密极数进行讨论 所得到的结论 只需将 z 换成 z-a 即可应用到 1 型密极数上 而且对于 2 型密极数 在 0 点肯定是收敛的 关于密极数的收敛问题 我们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定理 称为阿贝尔定理 这个定理说 对于密极数 sigma a n z 的 n 次方 第一个 如果极数在 z 0 点收敛 那么密极数在 z 的膜 小于 z 0 的膜上绝对收敛 第二个 如果极数在 z 1 点发散 那么密极数在 z 的膜 大于 z 1 的膜上发散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 首先证明第一条 由于极数 sigma a n z n 在 z 0 点收敛 也就是说 sigma a n z 0 的 n 次方 是一个收敛的辅数向极数 这样有辅数向极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就知道通向 a n z 0 的 n 次方 当 n 区正无穷时 以 0 为极限 那么就存在一个 m 使得对于所有的小 n 都有 a n z 0 的 n 次方的膜 小于等于 m 也就是说 a n z 0 的 n 次方 是有界的 我们将 a n z 0 的 n 次方写成 a n z 0 的 n 次方 乘以 z 0 的 n 次方分之 z n 那么第一项 a n z 0 的 n 次方 由上面的不等式就小于等于 m 而当 z 的膜小于 z 0 的膜时 z 0 的膜分之 z 的膜 是一个小于 1 的数 即为 q 那么后面这一项就是 q 的 n 次方 我们知道极数 sigma q 的 n 次方 当 q 小于 1 时 是一个收敛的极数 这样就得到了 sigma a n z 的 n 次方的膜 这个极数是一个收敛的极数 也就是说 sigma a n z 的 n 次方 是绝对收敛的 接下来看第二个小结论的证明 这里利用反正法 由于极数在 z 1 点发散 我们假设存在某一点 z 2 使得极数在 z 2 点收敛 那么有定理的第一条就有 极数在 z 的膜小于 z 2 的膜上 绝对收敛 从而极数在 z 1 点收敛 与已知条件矛盾 这样极数如果在 z 1 点发散 那么它在 z 的膜大于 z 1 的膜上一定是发散的 好 这就是阿贝尔定理的证明 那么由阿贝尔定理 对比一个密极数 如果它在某一点 alpha 收敛 那么必然在以零点为星 alpha 的膜为半径的圆盘内部都收敛 如果在某一点 beta 处发散 那么它一定在以零点为星 beta 的膜为半径的圆盘的外部发散 根据这个性质 整个负品面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是黄色区域 收敛区域 再一个是灰色的区域 极数发散的区域 那么中间的白色区域为空白区域 如果我们在白色的区域 还能发现密极数的一个收敛点 那么密极数的收敛范围 也就是黄色的区域 可以进一步的扩大 直到黄色的区域 碰到第一个发散点为止 由此可以看出 密极数收敛的范围 一定是一个圆盘 下面我们给出这样两个概念 收敛圆与收敛半径 把使得密极数收敛的最大的圆盘 称为密极数的收敛圆 也就是Z的膜小于R 而这个R称为收敛半径 根据刚才的分析 直到极数在收敛圆的边界上 个点的收敛情况是无法确定的 我们约定R等于0时 表示极数仅在Z等于0处收敛 下面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考察极数 Sigma NβZ括号的N次方 N从0起到正物穷 它的收敛性 对于这样一个极数 首先我们看它的通向 通向为NZ括号的N次方 那么只要Z不等于0 NZ括号的N次方 N区正物穷时 极限就不等于0 从而它不满足收敛极数的必要条件 这样极数SigmaNZ括号的N次方 对于任意的不等于0的点 都不收敛 也就是说极数 仅在Z等于0处收敛 那么此时收敛半径R等于0 接下来我们考察极数 SigmaN分之Z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物穷 它的收敛性 对于任意的固定的Z 我们发现N分之Z 当N区域正物穷时 是区域0的 也就是说 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大N 当小N大于大N时 N分之Z的模 小于二分之一 由于Sigma二分之一 括号的N次方这个极数 是收敛极数 因此极数SigmaN分之Z 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物穷 对于任意一点 都是绝对收敛的 也就是说 在全平面上收敛 这样收敛半径R等于正物穷 最后再来看一个密集数 要求密集数SigmaZN N从0取到正物穷 它的收敛半径和核函数 首先我们计算部分核SN 也就是1加Z 加Z的平方 一直加到Z的N次方 那么我们求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 1减Z分之 1减去Z的N加1次方 这时要求Z不等于1 可以看出当Z的膜小于1 N区正物穷时 Z的膜的N加1次方 是趋于0的 因此 SN当N区正物穷时 极限是1减Z分之1 而当Z的膜大于等于1时 通向Z的N次方 当N区无穷时 是不趋于0的 所以密集数不满足 收敛密集数的必要条件 从而是一个发散集数 这样就求得了收敛半径R等于1 而核函数就应该是 SZ等于1减Z分之1 好 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